中華職棒二十七年倒數計時 開幕戰將由Lamigo桃園 在桃園主場迎戰中信兄弟 黃山君派出左投歐文掛帥先發 據瞭解兄弟正中先發投手 歐文漢德和鄭凱文狀況維持最好 而漢德已經在十七號自辦熱身賽登板 球隊又打算將本土王牌留在二十號主場 新莊首戰 加上歐文來臺後 沒有和Lamigo交手的經驗 因此教練團賦予他開幕戰的先發重任 至於打序部分 花花張政委仍是開路先鋒 隊長林威柱擔任第三棒指定打擊 正中四番則交給大師兄林志勝扛起 而同樣也是自由球員加盟的鄭達鴻 打第八棒捕手 不過當中最讓大家跌破眼鏡的 就是兄弟正中精神領袖彭正銘 不在開幕戰先發名單 彭正銘十六年職棒生涯 除了新人第一年之外 這是第三次缺席開幕戰 第一次是零六年英商趕不上開季 零八年則因打國際賽疲勞而休息 今年彭正銘因為前陣子腰部不舒服 館板熱身賽缺席 直到三月十四號才以代打身份出賽 不過請大家別擔心 現在恰恰的身體狀況完全沒問題 都沒問題 現在也可以正常的打擊和守備 那我覺得一切都沒問題 我想每個球員都是一樣 都希望自己的成績 能夠有拿到更好的成績 然後去爭取更好的福利 擺脫腰部不適 恰恰已經找回揮擊手感 比賽後半段仍有機會上場代打 而除了彭正銘之外 兄弟一到九棒都有穩定打擊火力 熱身賽合計十五戰揮出二十九發全雷打 包含四場官辦熱身賽的五空 戰績四戰全勝為四對之冠 開幕戰萌向大線能否穩定發揮 牆下好彩頭 就請球迷拭目以待 來體育新聞 蕭欣昌 劉婷瑜採訪報導 很久不見 岩石出身賽 打擊火力